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男主便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自己也隐藏在医院里了 热情的老护士帕姆 突然出现在面前 说您出了车祸 有轻微脑震荡 还有几根肋骨骨折了 男主回忆起 自己本是奉上司亚当之命 与特工斯特林斯 来小镇寻找两位失踪的探员 那么问题来了 同事呢 帕姆说 您的同事没抢救过来 男主深感惋惜 但当务之急 是找回自己的手机与钱包 与家人取得联系 跟帕姆却说 治安官肯定已经联系过了 您的私人物品 应该也在治安办 他让男主在病床上安心休息 等会儿医生回来看他 可眼看几个小时过去了 却连个鬼眼都没看着 Eason不想再浪费时间 他不顾护士劝阻 静止离开了医院 找到治安办公室时 那里已经关门了 随后他又来到一间酒吧 遇到了一个叫 贝福利的女招待 男主向他简单说明来意后 竟用餐馆的电话给家中打去 却自动转到了语音信箱 临走前 贝福利递给他一张纸条 说圣缅是自己的地址 有麻烦可以来找他 男主接过纸条 发现贝缅有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黑松阵没有蟋蟀 傍晚 男主走到幽静的小镇上 蟋蟀的叫声 令他响起了那句奇怪的话 他俯身下去查看 发现声音 竟然是从一个小小的扩音器中传出的 可实在太诡异了 次日一早 男主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叫醒 由于身无分文 他被酒店前台请了出去 无处可去的他掏出那张纸条 寻着地址找去 诶 女招待家怎么会是眼前这栋废弃的小模 她满腹狐疑的走向这间破败不堪的小模 推开房门 却看到一具腐败发臭的尸体 定睛一看 竟然是以前失踪的探员之一 伊万斯 于是男主找到治安办 治安官波普正在津津有味的吃着他的冰激凌 两人相互简单介绍一分后 男主告诉他 自己在六个街区外 发现了被肢解的伊万斯 另外他要取回自己的手机和钱包 但波普却说 我这里根本就没有你要的东西 不慌不忙的吃着他的冰激凌 用笔记写他发现腐尸的地址 以及要寻找的另一名失踪女特工的相貌特征 男主想与他一同前往案发地 却遭到了拒绝 之后男主借用治安办的电话继续给妻子留言 他还打电话到特勤局 报告他在小镇发现了探员的尸体 请求支援 但女间歇员好像一点都不在意 这也令他大为光火 从治安办出来 男主来到酒吧 居然被告知 这里并没有叫被福利的女招待 还说男主喝多了 于是他与老板发生了争执 对方趁其不备偷袭了他 身体虚弱的男主再次晕了过去 男主回忆起的事情越来越多 他是在儿子生日那天 接到上级亚当的电话 免得出差几天 去寻找失踪的探员伊万斯 以及女探员凯特 此时男主被手铐锁在病床上 医生沾尽丝说 你也因为炉内出血 所以产生了幻觉 但男主确信 有问题的不是自己 而是这座小镇 医生要马上为他做手术 但伊森坚决不肯 老护士竟突破将一支震惊剂 刺入了他的大腿 帕姆吹着口哨 将男主推到手术室外 转身去拿东西 在这危急时刻 贝福利突然出现 将他推进电梯解开了手铐 随后 渐渐失去意识的他 拼尽全力将追出的老护士 撞倒在地 在贝福利的搀扶下逃出了医院 他们冒雨来到一间 闲置的破旧房子里 男主询问他 是否在酒吧工作 贝福利给出了确定的答复 他们之所以那样说 是想摧毁你的心神 伊万斯试图逃跑 所以惨刀毒手 我曾是一位软件销售代表 来到这里为学校处理千年虫 不料出了车祸 他们说我头部受伤丧失的记忆 那时是1999年 下周就是我来这里 满一年的日子了 男主疑惑的说 可现在是2014年呀 说完 他便陷入了深度昏迷 第二天醒来后 他穿上了被福利放在身边的衣服 回到了小镇上 可在此时 他意外的发现了失踪的女探员凯特 他也看到了男主 男主见凯特随一个男人进入了别墅 于是他敲开了别墅的门 凯特将他引到屋外 小声说 这里有人监视和监听 当男主疑惑 你为什么看上去老了时 凯特说 自己来这里已经12年了 男主斩钉截铁的否定了他 不可能 你五个星期前还和我在一起啊 凯特让他赶快离开这 因为自己给不了他任何答案 男主质疑 是不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但凯特送他摇了摇头 Eason急切地想搞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打破了停在路边的轿车车窗 迅速将车开走 但是他开了好久后发现 他怎么也开不出去 一直在围着黑松镇兜圈子 这也太奇怪了 再看男主的妻子特雷莎 他焦急地等待着关于Eason的消息 他找过亚当 怀疑丈夫失踪 是去找凯特了 但亚当没有正面回答 亚当其实早就知道黑松镇的秘密 此时的他想退出 但詹金斯一声却说 木已成舟 无法挽回 亚当沮丧地离开了 男主下了车 在森林中狂奔 他看到了高大的围栏 警示盘上写着 生命危险 请回到黑松镇 不要靠近这里 围墙外 传来恐怖的嘶吼声 吓得他赶紧返回车内 但此时 波普打他手电走了过来 男主问他 如何离开这里 他就冷冷地答道 你无法离开 好了 这一集故事讲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剧的话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并多多转发推荐 我会考虑 每周更新一集的 另外 希望你们在微信里 搜索的公众号 语歌讲电影这部剧 我会在这里 第一时间更新视频的 喜欢语歌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